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错版本的氧化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一你看我这三盆还有劲吗 都是因为水大吗 反正水不水大的这个呢 目前是摸不到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这个光照肯定是不咋地啊 通风也不怎么地 然后温度这一块应该是问题不大 你像很多的画友就氧化的时候 就总感觉我这个是不是缺肥了 是不是该换土了 你有没有就是首先去考虑光照的一个问题 你就比方说绣球 你光照很强了 它叶子都晒焦了 你光照不够了 它叶子就那种发褐色的那种野生往里浇 好这话一看浇叶了就找我买东西喝喝喝 你先考虑要光照啊 你再考虑是浇水啊 再往后面才是用土啊气温啊通风啊 最后才是说用肥料 这个好多植物啊不是说缺肥料 明白吗 下个车吧 老花一你的草莓 这老花一草莓苗这样怎么了 这样没怎么了呀 他说什么呀 要花都全部掐了 你干啥 你这想干啥 长挺好的 你长呗 老叶子胶边很正常的 长新叶子又没有营养 你用的叶康土 新叶长出来的就是这种啊 就是现在缺肥啊 你可以 你像一般这种吃的一些草莓啊 你就可以用一些粪肥 这话说 老孩子吃的都已经用粪肥 老祖宗种地多少年了是吧 都是粪肥啊 没事啊给足光照啊 适当的用一些粪肥就行了 想问一些问题啊 前段时间买的一些 现在蔫的这个怎么地的 这个是 这啥本叫什么 这石螺 这黄叶子是吧 黄叶子就通风啊 跟那个光照差这么点意思啊 别的没啥 不干不浇 干了就浇透就行了 现在我感觉像是有点缺光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它那个杆子啊 有的都死了 它死了是为什么呢 因为植物在缺光的时候 它会拼命自己 让自己长高高啊 一直红杏就出墙来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是哎 弯弯的 长到时间长到一定程度呢 就开始死了 所以说我由此断定为缺光 还有一个就通风不咋地啊 肥料可以用一些 嗯 好吧 老外你好 地区广东深圳啊 南阳台通风啊 浇满水 大果子没掉 我叶片有些发黄 您也知道 大果子没掉叶片有些发黄 它在结果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养分啊 对吧 以甲肥为主这个时期 它掉叶子 它肯定掉叶子啊 你又是吧 它在开花啊 结果啊 植物在这些时期 它都需要一定的营养的 如果说前期积累不够 到后期开始掉叶子 它得牺牲一部分叶子 明白吗 老外你好 我看了你分享的这个玫瑰甘蓝啊 我也在种 买回来的时候长挺好的 慢慢地从顶端开始卸了 玫瑰甘蓝 你都能养成这个样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 在我们山东地区啊 是可以实现露天的野生地灾 就是什么都不用管 您像盆栽的时候 好多宝贝 为什么管的这个就不行了 一般哈都是浇的水多 一般都是这样 你只要光照给出 它这个耐焊能力很强的 基本上你很难焊死它 这个情况就先在那长长 长长你再可以去去叶子 好吧 别的没事 我的百合苗 底下有根还有旧毛 很容易就憋死的 现在那个种球 你就先别浇水 先控水哈 这个因为它刚泡了伤口 它会形成一个那个伤口 你要浇水的话 就容易烂 别的应该是 应该是还能活哈 你要不行就晾干了 重新种 重新种一下 等晾干了伤口再重新种 别的没啥了 养花问题简单到尔 绝不错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养花七张一 白了 我老花一